我想大家都知道水壩是用來攔截河道的巨型建築物 但在水壩中堪稱怪物就一定是今天要說的蒙地塞羅水壩 因為它上面是一個直徑超過70呎的巨型船窩 無時無刻都將水吸入無底洞 那麼這個船窩究竟是通往哪裡呢? 原來它是水壩的洩洪裝置 作用是將水壩的水游下游排出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窩之一 由高空望下去是深不見底非常之恐怖 看完水壩裡面的船窩 接著是時候看看陸地上的船窩 畫面上面這個船窩狀的洞窩 其實是一個位於俄羅斯的鑽石礦場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挖掘洞窩 不單直徑達到1.2公里 深度都相當於160層樓 由礦場的頂部開車去到底部 是要用半天的時間 但連小型飛機飛越它的上空都要多加小心 因為突然地形變化會影響氣壓 令飛機被吸入洞窩裡 人類製造出來的不單純以上這麼宏偉的礦場 還有這個恐龍造型的拆扭機 它用大嘴咬一下就可以弄爛眼前的所有東西 大家仔細點留意 它的眼睛還要懂得動 那天格真的跟真正的恐龍一樣這麼精靈 最後帶大家看一個神奇的裝置 最近在網上有討論說 這是整理防止死人翻山在墳墓裡爬出來的鐵籠 那事實是否這樣呢? 原來鐵籠要阻止的不是死人 而是活生生的人 是因為在18-19世紀 歐美出現了很多盜墓者 而他們的目標竟然不是貴重的陪葬品 而是遺體本身 原來當時遺體帶來的利潤實在太龐大 盜墓者會將遺體賣給醫學院做解剖研究 所以為了對抗他們 殯葬業就發明了這種名為Modsafe的鐵籠 完全覆蓋在棺材所在的土地 等到一段時間之後 腐爛分解的過程完成 才將鐵籠拆除 當時的英國是特別流行這種防盜方法 所以直到現在都可以在墓地和教堂 找到一個一個遺留下來的山壽鐵籠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